大家好今天是3月6號 那來做一下這個平頭的修剪 那最近是 建路加進了2021最近的 事情都做得蠻順的 那待會就會來做洗頭的這個動作 大家敬請期待 老樣子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個在剃齁就是稍微要 手部要加壓力道 確保他就是不會有 長短不一樣 手部多少要加壓一下力道 然後特別耳朵這也是重點 這裡我蠻常會替完之後發現說 有地方沒有踢到的 還有就是前面 額頭上方的部分 做薄水 好 就給我 做薄水 我會謝謝你們 來這裡 走 小心 我可以 然後其實自己剃頭的關鍵是你要自己用手去摸 去感受那個藏骨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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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sday 不知道幾個人密我已經在那邊吹說叫我要趕快拍一點洗頭的 因為之前是因為寒流啦寒流來了之後有點冷 然後再加上自己可能就是撿完就直接洗澡了 所以就入不到這個洗頭的部分 我這裡有加裝一個水管 就是比較不會貼牆壁太近 才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後面很多這種 偽裝網的擺設 這是我自己佈置的 那 就是為了要跟這個錯開所以才裝了這個水管 好我們直接來洗頭吧 水不用太大 先 稍微把那個 把一些毛髮的沖掉 水也是很冰的 他主要用肥皂就可以了 當然應該當過朋友都知道了 肥皂這個東西就是 很萬用啊 從頭洗到尾都可以 再加上其實我今天 中午運動完已經洗過澡了 所以 再洗一次頭也沒差 因為剛才其實還是有一點流汗 對啊 然後稍微這樣 抓一下這個髮根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就把那些沖掉就好了 這也是 難得可以拍得這麼完整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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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平頭我真的有講過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戒律啊 就是自己的抱負也無時無刻提醒自己說自己的理想自己該做什麼然後不該做什麼這樣所以平頭我來說是我一個想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調要誠懇一切就是想了自己從零開始然後抱著出裝去努力這樣子所以就是會有這個 一個平頭代表著圓滑啦做人就是圓滑圓榮然後一切就是虛心向學一切從頭開始這樣是我對自己的一個期許那也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